缅北武装冲突接近尾声,缅甸军政府获得成果 自上个月底爆发的缅北武装冲突已经接近尾声,缅甸军政府打击缅北电信诈骗集团的行动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缅甸的局势开始复杂化,缅北武装冲突的影响开始出现外溢 西方媒体开始造谣称中国要插手缅甸政局,干涉缅甸内政 一些由西方国家支持的势力也开始在缅甸活跃起来,企图趁乱谋取利益 对此,中方迅速在军事和外交上做出反应 先说军事上的解放军陆军和海军的两路人马 分别抵达中缅边境和缅甸仰光,这一北一南的行动对当前缅甸局势起到了震慑作用 既警告缅北的割据武装不要狗急跳墙,做出危害中国边境稳定和人员安全的事情 也向缅甸军政府传递了明确信号 再看外交上的,在解放军开始行动后 缅甸军政府立即收到了来自中方的两点明确要求 任何人和势力不得挑拨中缅两国包拨情谊,不得破坏两国友好关系 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的原话 包拨是缅与阴翼的同胞,亲戚之意 在历史上,缅甸人民就把中国朋友称为包拨,以表示亲戚 所以,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情谊被称为包拨之情 这个词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与缅甸吴巴瑞总理 亲自缔造了中缅两国亲密关系之后,被发扬光大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一个事实 就是,虽然缅甸底层人民对中国人民热情友好 但是在历史上,缅族精英控制的政权 却往往把国土扩张视为体现民族精神的途径 经常不顾国家实力对比而盲目扩张 对几乎所有邻国都发动过侵略战争 包括中国,这种传统使得缅甸屡次陷入险境 这种情绪在今天仍然是埋在缅甸对外关系和民族关系中的地雷 也是缅甸从建国时就存在十几个不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管辖的武装割据势力的原因之一 这些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简称民帝武,实际上都是军阀 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与缅甸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复杂 某些民帝武还接受西方的援助,在政治上是反华的 甚至还有民帝武想要拉拢中国境内与他们同源的民族共同独立建国 所有民帝武控制的地区都黄、堵、堵、炸泛滥 只有程度上的区别没有无辜的,而受害者大部分是中国人 在这次缅北武装冲突中,我们网上的一些舆论将所谓的善邦德昂民族解放军 若开军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组成的三兄弟联盟当作自己人 当作为中国出头铲除电炸集团的正义使者需要小心落入对方宣传战、认知战的陷阱 因此,中方这次针对缅北问题使出的一套外交和军事组合权 是展示给多个企图破坏中缅两国包不情义的势力看的 这些势力包括 外部势力的介入和破坏 首先,西方媒体已经在造谣说 中国打算插手缅甸政局,干涉缅甸内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日前在记者会上明确表态 中方始终尊重缅甸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绝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介入缅甸的国内事务 更不会出兵占领缅甸的领土 我们衷心希望缅甸局势稳定 国家发展 坚定支持缅方推进和平进程 缅甸是最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 我国已经在缅甸投资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 我们不愿意看见这些成果遭到破坏 其次,自从缅甸军政府软禁了昂山素季之后 已经在今年8月1日释放 缅甸的多个反对派势力就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 成立了所谓的人民保卫军 也开始与缅甸政府军作战 与那些民帝武不同 这个人民保卫军的主要成员是缅族 在这次缅北武装冲突中 缅甸政府军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西方的一些智库和媒体也兴奋起来 认为人民保卫军可以联合民帝武打败缅甸军政府 缅甸如果乱了 不但会将缅甸人民推入火坑 也是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防止某些被卷入武装冲突的民帝武 狗鸡跳墙 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 在过去这些年发生的数次民帝武冲突中 都发生过 有人向中国境内开火 我方边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 都曾经受到了损失和威胁 每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交火各方的民帝武都指责是敌对一方干的 这次解放军南部战区已经做好准备 一旦出现危及我方境内安全的事情 解放军将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针对西方媒体 对中国干预缅甸内政的谣言 中方迅速做出反应 为了稳定缅甸的局势 保护中国边境的稳定和人员安全 中国决定派遣解放军陆军和海军的两路人马 前往中缅边境和缅甸仰光地区 这一北一南的行动对缅甸局势产生了震慑 不仅仅是着缅北的割据武装 不要妄图破坏中国边境稳定和人员安全 也向缅甸军政府传达了中方的明确立场 此外 在外交层面上 中国提出了两点明确要求 任何人和势力都不能破坏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 不得挑拨两国包拨之情 这一要求旨在维护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 强调了两国友好合作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 鲍勃之情一词是缅甸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称呼 体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亲近和友谊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缅甸的历史上 先前由缅甸的少数民族精英们主导的政权 往往以国土扩张 作为民族精神的体现 不顾实力对比 而不断扩张领土 甚至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 包括对中国的侵略 这种传统观念使得缅甸多次陷入危机 也是缅甸存在多个武装割据势力 不愿接受中央政府管辖的原因之一 复杂局势的多方势力介入与破坏 缅北武装冲突的复杂局势 不仅受到了西方媒体的介入和破坏 还面临着一系列由外部势力支持的势力的威胁 首先 西方媒体在造谣称中国插手缅甸政局 干涉缅甸内政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中国外交部多次明确表示 中方一直尊重缅甸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并绝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介入缅甸的国内事务 事实上 中国始终支持缅甸的国家发展和和平进程 希望确保缅甸局势稳定 维护双方友好合作 作为最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 缅甸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日益密切 对于中国来说缅甸的稳定与发展对于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其次缅甸军政府软件昂山速记之后成立的人民保卫军 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开始与缅甸政府军作战 与民地武不同 这个人民保卫军的主要成员是缅族人 该组织的出现引发了西方智库和媒体的兴奋 他们认为人民保卫军联合民地武可以推翻缅甸军政府 然而缅甸的动荡不仅会使缅甸人民陷入困境 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为了防止被卷入冲突的民地武对中国边境的安全造成威胁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已做好准备 在必要时采取措施确保中国边民的安全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缅甸军政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在打击电信诈骗行动中 他们的行动并不够积极 虽然已经逮捕了数万名犯罪嫌疑人并移交给中方 但仍未逮捕到以四大家族为首的电信诈骗头目 在此关键时刻 中国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确保反电信诈骗行动取得完全胜利 总而言之 对于企图破坏中缅两国包拨情义的势力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手段来应对 这些势力包括外部势力的介入和破坏 中国一直坚守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 积极支持缅甸的和平发展 并强调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中国也将坚决打击那些威胁中国边境安全的民地武 在目前差一口气底定大局的关键时刻 中国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反电信诈骗行动取得完全胜利